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六的凌晨,蒲聯盃分組賽激戰訴場 其中身處A組的波圖主場迎戰為薛納 波圖是蒲超的鴻門,並且已經保持多將比賽不敗 波圖金將主場稱紅在網 作為蒲超鴻門,波圖在蒲聯盃歷史上居然從未問鼎 他們總共4次撒入決賽全部敗北 最近一次就在2020年,他們當然希望盡快收獲歌項措施的冠軍榮宇 禁戒蒲聯盃,波圖在分組賽前兩輪中錄得一勝一和 受壓4分的他們領跑A組織分榜 只要沒輪獲勝,球隊一定會分組出線 兩位前鋒丹尼路達和東尼馬天尼斯在前兩輪分組賽中 各自都有貢獻入球和助攻 他們的表現都很搶眼,考慮到波圖已經保持多將各項賽事不敗 丹尼路達和東尼馬天尼斯金將一定會全力波助球隊獲勝 維薛納分組賽至今一勝難球 只有兩分在手的他們基本無緣出線 面對藥、呂、查韋斯和馬夫拉,維薛納每場都要失球 其防守點明顯存在漏洞 就算在今季的蒲超,維薛納都會分榜中下游分子 他們過往四次面對蒲超,維薛納全部輸球 當中多達三場比賽是正負對手兩球或以上 由此可見維薛納在波圖面前毫無還手之力 多謝收聽,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發給人生氣 萬分之下 做喜事 會轉一時間 我們要做什麼? 散步